大家好 歡迎來到話說娛樂圈 今天就讓我們聊聊 近期的熱門話題 《新聞女王》這套劇集 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公動的討論和關注 如果問為什麼就是出眾 除了緊湊的劇情和一班實力派演員內 其中蛇絲曼的征戰演技 李斯華的驚人美麥 和高凱寧的時尚品味更是說得爆煲 不過當眾人以為今晚只會有香檳和歡笑的時候 這兩位女星卻突然在慶功現上爆發激烈衝突 到底背後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跟我們追溯反到他地初次摘下港姐桂冠的日子 一起揭開事件的罪幕 想反2008年高凱寧由港姐入行來 在TVB磨練了15載 靠著不僅帥哥加正體 更是一路辛勞努力 終於在娛樂圈裡面找到自己的一職位 加下人氣爆棚的新聞女王展示了她一面的廣泛才華 劇集中高凱寧把自己的優勢 先活生動地詮釋了女主播許詩程 得到了內地朋友的熱愛 身價一下子暴性 連大劇中的時尚和造型設計都有格外用心 完美呈現高凱寧對時尚的獨家品味和仙剑之名 她的打扮不僅懷抱時尚潮流 更射出個人魅力 令角色更說又吸引力 現在都已經成為了很多粉絲羨慕和仿效的對象 IG和微博上的講話和評論簡直停不了 講到娛樂圈 絕對要不開的就是中年不斷的緋聞 擁有講者頭銜的高凱寧 當然都逃不開 她的名字曾經是媒體業際的熱烈話題 過往成日有男聲呼之欲出 現在卻似乎沒有了噱頭 引起不少揣測 其實高凱寧踏上這條演藝路走了很久 早在2002年在香港選美比賽時 她就已經拿過適妮女孩大獎賽的亞軍 這個機會可以說是她的娛樂圈門票吧 對於粉絲來說 高凱寧是TVB簡直是新的風景線 而她的起步 無可奈何陳國強的支持和栽培絕不可小 高凱寧的星途光輝 實不可偉然地是由陳國強大力推動下承認的 那麼 話說陳國強究竟是哪位? 陳國強並非尋常得負 憑直股市成為全期 不惜斥支86億港幣豪宅把握 TVB控股權 自此就成為了局裡老闆 她少一指點 便可讓無數女星齊名投靠 娛樂圈成了她的私家原地 擁有香港眾多影視資源 她想要什麼明星一炮而紅 起底都是一句話的事 陳國強與明星間的那些水水刀刀的詩恩怨怨 情是水雨 無一不經得起流傳 在香港這片土地今的城市球 自稱學往的 相信應該只有陳國強一個 八十年代 說起陳國強和李嘉誠這對拍檔 他們兩個絕對是說的商業傳奇 李嘉誠當時在香港剛剛開始興起 而陳國強就是那個在難關時刻 遞出幫手的義氣過門 其實陳國強當時就已經是 李嘉誠手下大型項目的主要建築商之一 李嘉誠對陳國強給的人情深似海 總是一通電話 不論多繁忙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 率先回應作為感謝 李嘉誠巨手無論送出兩千萬美元 支撐陳國強的籌資大計 陳國強隨著這筆資金 接手了一家貧林破產的加拿大公司 憑著他的商業頭腦 他以十五萬美元的價格轉手賣出 而且之後他還一手拿到 左價值五千萬美元的家和電影股份 不止那樣 還有收購了另一家著名的小市電影公司 他的賺錢手法 真是令人看不透不少了 他的財富好像沒有盡頭 但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陳國強還收購了美國的私募基金Pep 他旗下已經有超過百家投資公司 控制的資金總額高達220億美元 不過作為商人的陳國強始終是深有不足 就在股市最興盛的時候 他已經點燃了 臭角倒了金錢的香味 他開始焗 收購一大批只有名無實的空殼公司 慷慨灑金給他們維持運作 做出一副繁盛景象 然後就將這些公司以更高昂的價錢買出 輕輕鬆鬆就賺到了差額 這個原話運作成為了他的發財機器 在當時他手上有過20間公司等著出售 因此人家就被他稱號鶴王 他不僅在股市揮灑自如 在地產界都是百可爭留 陳國強的明星在香港迅雷不及掩耳 連娛樂圈都為之風味 一直到2011年 他大手不從肖市股份中 買下份額不少的TVB股票 一躍成為TVB真正的舵手 從那刻開始 香港超過一半的女明星 都讚善恐後想要為陳國強效力 今日這場慶功現場 兩位女星爆發衝突的秘密 就是從那一刻開始 吵吵之場 最終在今晚引爆 豪華生活無疑是陳國強的享受 但他更鮮謀後動 首先娶了一位端莊大道的太太作為臉面 而後在一場社交場合中 他撞正了五婉蘭 一位跟眾不同的女士 五婉蘭的獨立和自主 再加上一份充滿智慧和手腕的內在 令陳國強一見傾心 於是決定大展追求戰略 富豪的吸引力自然非凡 沒有多久 五婉蘭就對他產生了情數 婚後五婉蘭 好像陳國強想的 那安心處理家務 不多問世間時 而陳國強在事業上辭職 五婉蘭除了顧家之外 還襯扁用自己的名義做慈善工作 積累了個好聲譽 然而陳國強在享受其豪華生活前 就捐入了一連串《寄婚外戀》緋聞入面 手中公動性的緋聞是同郭士姆尼 他當時是香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美人 正直與溫少倫結束戀愛關係後 心情格外脆弱時期 陳國強見機不可失 大力投資於他 無論是事業上還是私人生活中 天南地北的資源都拿來支持他 但說到底 郭士姆尼並不是一個會比金錢左右的女人 他追求的是更加深層的情感共鳴 與靈魂上的連接 儘管陳國強幾乎捧著天下承揭對方 但這種物質上的慷慨 最終並沒有能夠呼鑊他的心 反而真正吸引他的 是一個能夠真切理解他 與他靈魂相契合的夥伴 陳國強與郭士姆尼之間的風流視爆光後 陳國強並沒有試圖糾纏 而是選擇心平氣和地離開 放過自己與對方 轉過頭 陳國強將愛意轉到另一名女星葉璇身上 葉璇精明伶俐 機不可失 迅速逃入陳國強的懷抱之中 兩人之間的熱戀引人執目 甚至被截圖在舞池中共舞 一時之間成為傳媒焦點 妻子勿遠難看到這些相片 雖然沒有表露太多憤怒 但社會輿論和壓力 令陳國強不得不終止與葉璇的關係 而一默默愛恨情愁 並無因此畫上句好 陳國強的目光很快又轉頭至蛇絲曼 蛇絲曼外形美燕與葉璇有幾分相似 搞到很多人都開始傳摩 蛇絲曼是米葉璇的替音 兩人被發現一同去澳門遊玩 共成豪華遊艇即刻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猜測 儘管蛇絲曼公開澄清 說兩人之間只是正常上下級關係 但重重跡象令外界對他們的關係滿腹狐疑 不過隨著時間流逝 這段緋聞似乎並無持續太久 有傳陳國強並無能真正認得蛇絲曼的心 所以兩人的緋聞逐漸因沒於眾多流傳的故事中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 原來陳國強和蛇絲曼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 今日在慶功宴上的這番波蘭 似乎正正驗證了這段複雜關係的存在 話說陳國強 這位實力派幕後人每次《烈報新歡》那時都很有手段 當年徐子山只不過是十八線小花彈一名 陳國強憑著他強大的資源背景 將他捧到TVB一線明星的位置故事才開始 陳國強都不惜重金 將徐子山推入黃禎導演的影壇 這個機會對於一個還未成名的演員來說 簡直是鳳無倫國的打擊 不過徐子山個性直率 有時候大嘴巴會不小心講漏嘴 在謀事的訪問中無意間透露了些機密 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如果陳國強真心無情 徐子山可能早就被圈內冷處理 彈佬請卻令陳國強選擇暫緩 這樣徐子山算是捱過一劫 然而陳國強對徐子山的執著並不深 他更喜歡那種文靜的內斂性格就是這樣 徐子山最終無法鎖住他的心 而這個時候陳國強的目光落在高海寧身上 一個完美符合他口味的女性 兩人感情迅速升溫 火速落入狂熱 為了將高海寧提不上去 陳國強不止幫他進入了邵氏影業的陣營 還強力安排他在島城風雲裏露面 但這個決定卻激怒了徐子山 因為曾經這些資源都應該屬於他 這個傷心事令徐子山忍無可忍 在一次慶功現場 他與高海寧發生了正面衝突 場面激烈 差點就令高海寧面容盡毀 可想而知 這場圍繞著一位成功男士燃起的女性鬥責 真是令現場觀眾目瞪口呆 個個驚呆啦 啊!這片段如真如幻的娛樂界狗角 簡直就像電影劇情 經過大戲 大家覺得怎樣? 寫反來留言 等我們一起討論討論 更令人嘩然的新聞爆出 原來高海寧早就氣咎形身 心有所縮啦 話說2016年初的時候 高海寧與音樂小天王鄧志偉的緋聞 猜些震撼演藝界 兩人據說 兼諜情深 在馬安山住在一起 不過始終他們對外話沒有一起 直至鄧志偉搬去大陸發展 又惹出聲許匪聞後 高海寧仙終於忍不住說拜拜 轉身做反單身的自己 現在話說反我們高小姐 其實她已經到了剛剛好拿結婚證那個年紀 但程路仍然在高樓大廈那麼空曠 不要以為她不想拍拖 早幾時她在一個訪問節目中 大方分享她的愛情觀 說自己是感性的人 愛情對她來說比麵包還要有趣 香港女孩的浪漫觀就是如此直率 就算身邊暫時無盤 也阻止不到她相信真愛的決心 來!說回去連趣聞 媒體發現她居然飛去泰國曼谷 找個蝴蝶王看字面解就是幫人 踏著姻緣的大師來 高海寧就那裡跪下誠心誠意地擺 希望自己的桃花可以快點開 大師在那場交流園 她馬上帶一些特別加持的蝴蝶飾品 讓她的愛情運可以觀歌烈烈些 高爸爸也非常上心 新年那時特意買了棵桃花樹 計劃幫女兒吹桃花 近來似乎還有了點脫單的跡象 有一次高海寧在電視城一個活動結束之後 因為家裏又弱那時急急忙忙 上了部紅色寶馬一流煙開走 幸好她發覺車尾雙眉關妥 及時處理了這個安全隱滑 然後按都不按快門 一路由門吹到底 飛快的直奔回了大行 剛剛停好車 她立刻安排清洗車輛 不燒一陣 輕鬆自在禁走去附近的咖啡室 她那陣樣依依款款 纖細的腰身令得剛剛好 真是將心情美麗顯得淋漓盡致 你找得到香港女孩的勁在裏 她和店員找到共通語言 買完東西就奔去那個最隱蔽角落 發覺本來有位 好像影壇男神梁朝偉的帥仔在等她 兩個人一邊合口味的咖啡 一邊有東西小小話 氣氛似乎甜蜜蜜 就是這樣 高海寧的韶聲絲毫不保留地傳了出來 雖然已經轉心有了新歡 但在慶公宴上仍然發生激烈肢體衝突 真是令人唏噓不移 娛樂圈的愛恨情仇 總是充滿難以觸摸的迷你 你說高海寧會不會終於找到她的愛情呢? 快將踏入37歲的高海寧 曾經斬釘折鐵地表示想在35歲之前 送走單身生活 雖然婚期還未知數 但她對婚姻滿懷向往之情 又明確說明不會因為急於結婚 就草率決定 高海寧自我形象 是一位追求幸福簡單生活的女性 她堅信自己終有一天會步入婚姻殿堂 我一定會結婚的 我想要有小朋友 既然我心裡有這份願望 那就等於是我相信婚姻可以帶來幸福 以前 她可能認為結婚之後 就要全神逃入家庭 專心上父教子 但隨著時間過去 她的想法有了改變 現在她覺得結婚之後的自己 依然可以追求職業生涯 只有這樣才可以彰顯出自身價值 想到理想的分禮 高海寧心目中的場景是一片陽光燦爛的沙灘 或是意大利小鎮中的一個溫馨典禮 隨著年齡的增長 她對感情的態度也隨之調整 她表示 現在要純粹地忠誠一個人 其實是一件挺難的事 但如果真是同一個人有了火花 她會勇敢去追求 感情的事是勉強不來的 她要來的時候 你根本擋不住 我當然也不會怎麼抗拒 於子孫還說到在家庭生活中 不僅僅要找到人陪伴 還有生小朋友的想法 家庭對她來說意義更大 她信念堅定 認為有愛 就算單親媽媽也可以撫養孩子 不過 對高海寧來說 最重要的是尋找到一份舒服的感覺 一段能夠暢所欲然的關係 最後 都希望高海寧在大給大家無數精彩的演藝作品的同時 都能夠很快滿足她對幸福婚姻的渴望 離日方長 時光越來越漂亮 相信高海寧早日遇到屬於她的白馬王子 你為追求愛情和家庭的女強人 必定可以在私生活和事業上都得到滿分 Love is in the air 等我們繼續關注高海寧的愛情動態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可以訂閱點讚 將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視頻的最後 我還給你推薦了兩個精彩視頻 我們下期再見